记者中志凯台北报导曾国城中今出席客家蔡栋 图克委会提供民众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评上发起联署 让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周休三日 国家已有余五千人负益达到联署门槛 政府将在626日前回应 对此本身也投资颇多副业的曾国城 话了曾国城是演艺圈出了名的铁公鸡 而且本还是客家人 他觉得休息就代表不是在上班 比喜欢上班赚钱 但听到有人提议周休三日 他不为台湾的民族性是效率很高的模式 认为可以放投票讨论一下 当然还是顾及生产力为第一先 但坦言之前改成周休二日时已经不太适应 国改成周休三日 怀疑当老板的可否少发薪水 国城中经出席客家菜活动 吐露缴税金额 图克会提供另外先前颜亚伦爆出缴税近千万的销 曾国城金坦言听到当下也是被震惊了一下 而自己缴的金额大概只有颜的一半 他笑说 我只他一半 但是五百万也不少啊 接着做事呈现一副新的模样 笑翻全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